Hello大家好,我是邝姐 正连头,网红也多期发展 不再满足赚点流量钱 而网红你干实业最成功的 大概还得属馆长陈志涵 在台湾他有进10家健身武术馆 还有一家线上服装店 甚至曾经营居酒屋 可以说遍地开花 不过最近他却陷入了官司丑闻中 事情起源几日前 他在年书粉砖 爆三重馆的加盟主韦约 对方到处借钱 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 他只好提告并退出该馆的经营 陈志涵经营的健身品牌 叫做陈吉思汗 这个三重馆 是胡必烈健身馆有限公司负责营运 也就是说陈志涵是一个加盟者 馆长退馆的事情 引发了不少网友的争议 他作为一个网红 也是利用自己的名气 扩大了影响力 几日后他就再次发言 表示感谢大家7年来 对于三重馆的支持 接着就爆出更大的瓜 说对方将负责人 以及银行账户都变更了 才导致他无法经营 而且更惨的是 三重馆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抵押给多家银行借钱 同时他还表示 自己已经提出了法律诉讼 并宣布三月底 陈吉思汗会退出三重馆的经营 并寻找新厂馆 馆长退出三重馆 同时爆料三重馆经营爆雷 引起不少消费者恐慌 三重馆是不是要倒闭呀 面对粉丝们人心惶惶 馆长也不介意 再添油加醋一番 他直播透露 三重馆会员没办法跨馆使用 因为三重馆不是他的 当初了入会费也没有办法退 因为三重馆不是他的 多送的会员也没办法退 因为是送的所以没办法退 粉丝可以退费之后 加入他的其他场馆 这一过下来 问题就出现了 三重馆的会员 大部分是因为喜欢馆长 所以加入 而且在宣传出击 馆长称自己 占三重馆的三成股份 欢迎大家加入 还保证 他们三重馆是最顶的 不会像其他健身房一样 整天有纠纷 结果到现在 就撇清关系 说三重馆不是他的 我们查阅资料可以发现 三重馆所属公司 呼比列的董事长 叫郑红元 负责人也仅他一人 也有网友办出 馆长和三重馆的合约 他实际上作为经营人 只是获得健身房 30%的利益 也就是说 当初他在直播间 说自己占三成股权 完全就是在吹牛 本来如果馆长所说的三重馆 被抵押借钱一事 馆长也算半个受害者 但硬生生就让他给做成了 加害人 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 馆长再次连续发声明婚音 他先是说 自己是被污蔑 有人趁着他退出三重馆 搞事情 说他会倒闭 或者让会员求上污门 但是这些都是事实啊 他强调 三重馆是被拉去借钱了 户头跟钱都不在他手里 不仅如此 他还强调如果三重馆的负责人不赔偿 将由他陈志涵个人承担 绝对不会让会员损失一分一毛 有问题到时候当面找他拉钱 话说的是很好听了 但事情办的却极其糟糕 有粉丝发现 自己被半强迫退会费 结果莫名其妙 少了两个月的会费 还有网友在直播间看到馆长说 退会找他预约的消息 按照流程找了管理 但最后一直没有回音 粉丝在直播间质问馆长 结果馆长说自己打不开链接 最后推卸责任给主管 说是主管 说错了 不是他说的 结果到最后 消费者发现 只有去法庭上告 才会给你颓废 紧接着 三重馆的公司 忽必烈终于发文 基本就是指责馆长自导自演 总结为以下三点 一是陈志涵和他的团队 仅受委托 负责现场运营 而他从110年6月起 就多次在直播平台 抹黑重伤忽必烈公司 对此 他们已经找律师提诉讼 二是公司没有任何薪资拖欠 付款拖欠的问题 三是公司已经找了新的运营团队 经营健身房 不影响已经办理会员的消费者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消费者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馆长又在直播间放狠话 称谁要敢接手 三重馆就告谁 对于此事 网友的总结非常到位 当初要粉丝正常加入会员的是你 几个月前说不完了 要会员去退会级的也是你 昨天说到时候要会员去拉百步条的也是你 现在装捞 说没有让大家退会级 任何事找你 但没有用的也是你 安妮说 馆长这些年赚了不少钱 为了这点会费 也实在不应该落得这么难看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种规律 有钱人有时候就是会这样 越有钱越抠 网友调侃 粉丝们的钱大概都贡献给馆长 卖豪车豪宅 请律师保镖上了 馆长活跃这些年 他名下的资产真不少 那么他到底多有钱呢 在把他身家前 先简单介绍一下馆长的发家史 馆长原名陈志涵 一开始是在国军的海军陆战队服役 算是一个特种兵 后来因为身体强壮又失苦赖劳 被提拔成教官 陈志涵在部队任教期间 对下属非常严厉 给下属的训练量非常大 所以在部队又被称为魔鬼教官 有一次一个刚入伍的新兵 不满陈志涵严苛的训练 便和他闹不合 在部队里最忌讳的就是下级至以上级 何况人家教官并没有刁难力 只是训练量比较多 不想那个新兵家里有关系 结果被迫离开部队的反而是陈志涵 至此陈志涵的军律生涯算是结束了 不在部队里了 陈志涵就只能去社会上讨生活 早期的台湾黑道横行 陈志涵的身份是退伍军人 加上流钢马大的个子 自然被黑道大哥看上 成了一名混混 第一级混混平常来钱的方式就是随债 跑过庙 给大哥撑场面等等 陈志涵凭借先天优势 很快混成了一个组头 算是混混里的中产阶级 开赌局的盘口赚钱 手下也有一些小弟 这时期的陈志涵 也是得益于当时台湾正直和黑道 捆绑在一起 法治没有那么完善 灰色地带也很多 所以才混得有模有样 甚至还出演了电影停车 当时陈志涵在电影里的角色 是大哥身边的混混头 也算是本色出演了 部队时期的陈志涵是没有维生的 可以看到此时的陈志涵已经纹上了花壁 这成了他日后的标志之一 也许陈志涵会一直混下去 但是一件事改变了他 当时有一个朋友去陈志涵开了盘口买盘 但是他朋友没有现金 朋友和陈志涵说让他先帮忙垫 赢了钱又分红 陈志涵心动了 加上兄弟一起 帮着他垫了几十上百万 结果盘口崩了 朋友拿不出钱来赔 去陈志涵的店里递给他一把枪 意思就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陈志涵把他骂了一顿 最终下不去手 于是独自背下了两百万的债务 这时有人就会说了 陈志涵自己是开盘口的 难道不知道赌博的风险吗 何况还垫钱 关于这个问题 陈志涵在成名后 接受采访时又回答 当时陈志涵已经发现黑道越来越没钱赌 自己手下有一些小弟 看起来很风光 但是并没有赚多少钱 老老实实做生意 搞不好还赚的比较多 此时他就想找机会捞一笔 然后退出黑道 用这笔钱做生意的念头 于是才有了之后背负债务的事情 话说回来 陈志涵背了一笔债 他依然居然退出黑道 开了一家烧烤店 做起了小本生意 慢慢的还债 与此同时 他依旧没有放弃锻炼身体 他生前在黑道的一些朋友 看他神强力壮 找他学权 毕竟会社会的要经常打架 陈志涵以前本来就是教官 教权简直就是他的老本行 于是他当时在自己的店铺后面 单独搁了一间出来 作为小道馆来教学 紧接着他去参加全台湾 无限量级三大搏击 拉了冠军 也去打了一段时间的UFC 有了不小的名气 甚至还被政府 叫去当警察格斗技能的技术指导 这段时间 陈志涵不仅还清了债 还有了不小的积蓄 此时他也解决了终身大事 又了家事 可以说从一个欠了一屁股债的小混混 完成了怀里的逆袭 2014年 经多年筹划后 他耗资数千万元 开设健身馆 曾经斯汗健身俱乐部 与此同时 他在年书油管上 通过直播和上传影片 扩大影响力 凭借着敢说敢做的硬汉风格 他也吸引了一大批粉丝的关注 其中大多是青少年 短短几年间 他的健身房就扩张到全台六家 还创立了自己的线上服装品牌 举其自己透露 服装店的经营 每个月光谷歌流量费 就要100多万 工程师的维护费是60万 整个网站加起来成本是2000多万 2017年 他盖曾经斯汗总部 他花集资15个亿 2018年 却有媒体曝光他的身家 足足有4个亿 如今翻了多少倍 我们可想而知 其实很多人喜欢馆长 就是因为他不肯服输任命的性格 拥有如今的成就 基本上靠自己一手一脚打拼 但同时 当欲望不能被填满 馆长多年前 当混混的本性就释放出来 他曾未蹭热点 无下限 如今也因为自己口海 成为众矢之地 目前他的曾经斯汗健身房 也未霸出违反定型化契约 将有一大堆烂摊子 等着他去收拾 这些也都是他应当承担的后果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喜欢 不妨点个订阅 记得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更精彩哦